金門在機場設置清潔消毒門 幫到訪旅客殺病毒 不過現行的離島防疫快篩站 必須旅客自行同意才可以 旅客接下同意書 縣府才可以進行採檢 不過隨著國內疫情嚴峻 中央也針對離島防疫再升級 對於要前往離島的民眾 國內航線的這個機場 我們會設立篩檢站 那現場有症狀 我們會立即採取PCR的檢測 未來非離島五大機場 以及港口設置快篩站 包含台北松山機場 台中機場 往南到高雄小港機場 只要是前往離島 澎湖金門馬祖的航班 都要多一關來審核 一旦現場有相關症狀 採檢之後不得搭機 必須打到回府 如果是14T內曾經有過症狀 現場快篩陰性可以通關 但如果是陽性 就必須搭乘防疫計程車離開 等待採檢結果 對我們整個離島的防疫 會是一個更好的保障 在台灣還沒有設立之前 這一段時間 我們還是會按照我們既定的做法 持續的來做快篩 來保障我們鄉親的健康 馬祖澎湖相繼出現確診個案 離島當中 唯獨金門還是淨土 立委部分藍綠火速推法案 快篩費用也是以公費為主 政府買單 就是希望守住離島防線 阻斷病毒進攻離島 三線新聞夜情